第十多次 hallo 才可以達到 詞曲曲 位置 詞曲 文化 曲 文化 詞曲 文化 詞曲 文化 文化 詞 文化 詞 文化 詞 文化 我是不是在一兩天在開支部的拔堂的時候 我一直聽到那個拔菩提心 然後我想要請教師傅就是 拔菩提心這四個之前面 我們學習的是要 有什麼步驟跟哭嗎 發菩提心本來是一個意願的問題 我們現在的人剛前面講 性很難 一旦真性他就發菩提心了 那個性本身就是菩提心 所以華元五十二個位次 他為什麼第一個叫性慰菩薩 那性慰菩薩在華元進行品裡面告訴我們什麼 141願 那141願會的人他就叫做善用其心 有這個性的機器就是發菩提心的位置 所以第一個要性 你不性你發不了 信什麼 信真理啊 真理是什麼抽象啊 對不對 根本很渺茫不知道啊 所以誰在闡述真理佛菩薩 所以所有佛菩薩講的我都相信 對不對 你那時候都相信你就接受你菩提心就出來了 因為你接受所有他們流進來的智慧 對不對 對不對 你都會照單全收 所有的智慧就是剛剛第一個課題擴大信量 信量擴大就是發菩提心 所以他有分析事後才分析很多 對不同的人他的講法都不一樣 所以有人說發菩提心是什麼 職心悲心對不對 生心 這三個心具組叫做菩提心 所以你要這三個心的流露 你就叫做發菩提心 對 有的人說我平和能這三個心流露 你看信佛菩薩 佛菩薩告訴你什麼 我們要職心要悲心要生心 你就接受了所以你就發菩提心了 不同管道 對不對 眾生無邊試願度告訴你了 無邊 對不對 大 大到無止境對不對 試願度 所以度就是奉獻 對不對 我願意為眾生 把我的奉獻擴大到基礎 發菩提心了 所以眾生無邊試願度 就叫做發菩提心 這第一步驟 發菩提心發了之後呢 你才有辦法真的去一門深入常識 訓修嘛 除了旁兜 所以你的煩惱無禁就會試願斷 斷了之後你得到根本志 所以你才有條件去仿無量試願學 學了之後你就成就什麼圓滿佛道 就是佛道無上試願成 所以 再連接它是一個圓 又連接到圓點 就完成你的眾生無邊試願度 這就是完成你的菩提心 第一個是發 終結是完成 會的是發的同時就完成 圓啊 發的時候不是圓點就是終點 對 對啊 所以你說要有什麼條件 對啊 就是你願意啊 你願意啊 那你說啊我憑何而願意 我憑什麼能願意 我憑什麼願意願意 對不對 對不對 就看你自己啊 這因人而異啦 的意思啦 我不是不負責任說 丟給你看你自己 你憑 啊誰知道你憑什麼才願意 啊已經告訴你 你就是要願意 對不對 那你說我憑什麼願意啊 你告訴我有什麼好處啊 你理論這個就不願意了嘛 一旦告訴你有什麼好處 你才要來做 來發菩提心 那個就不叫菩提心嘛 菩提心不是為了自己的好處而發的 你一切 凡觀為了自己的好處而發的 一切願都不叫菩提心 執心悲心生心哪個是為自己的 都不是 換言之哪一天 你願意 完全不要自私之利的 你那時候開始慢慢具足條件了嗎 慢慢開始具足 還不是完全具足啊 為什麼你有喜氣 你沒有完全的自私之利 你有自私之利的喜氣 那他有障礙 懂意思嗎 所以發菩提心是 你願不願意啊 阿婆願意 阿婆願意 願意就算了吧 算了會怎樣 反正你也很奇怪 那怎麼樣啊 對不對 也不用問啊 對不對 習慣到底是什麼 就六道倫務肥 深深是四三二道 占了90% 三三道才10%而已 就這樣啊 對啊 啊這樣 你想不想往啊 好啊 怎麼到宮廢這樣 我要來發菩提心 那你也不是菩提心啊 對不對 你是為了怕那樣才 對不對 你要是求保佑的心啊 對你看就是在這種門道 你要去體會 你去體會這種門道 你最後體會到 哦 我幹嘛 我幹嘛要那樣 對不對 對啊 眾生這麼可愛 我本來就要那個啦 對不對 眾生同體啊 我跟他說 委員大使同體大悲啊 好吧 就這樣吧 鐵樓心就這樣 你就發了 你當下就發了 你也信了 對啊 嗯 所以 深信 跟發菩提心 是同一件事情 那個沒辦法 依止的 都沒有發啦 你說啊我等發了再來依止 還是等依止的再來發 那依止 同時就發 發同時就依止啊 那你要等誰 所以佛法無妙 他全然都是心法 這些形容 都是為不同人 不同方向 不同意根性 不同脾氣 對不對 為他們在破除用的 如果你明白這件事情 那你最好是 就是直接抓重點就好了 就是重點就是 我就 好啊我就這樣 呵呵呵 好這樣我就這樣做啦 對啊 好那這樣的人 他就自身至於度外 沒有自己啊 自身至於度外的人 更訪問會有什麼 怕吃虧 捨不得 吝聲 人家騙我怎麼辦 人家坑我怎麼辦 哪有這種東西 因為他沒有自己的 哪有一個誰 讓人家坑讓人家騙 所以我們現在的人 喔 為什麼 喔 沒辦法提起信 沒辦法發菩提心 原因就是這些概念 怕失去 對不對 然後 我為什麼要信 人家 很聰明的學者都告訴我啊 對不對 要了解 多了解 對不對 對不對 評估完了 再決定信不信 對不對 你有這段就是你怕 你怕 你怕失去啊 你怕受傷害啊 你怕什麼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啊你只要怕 你還真遇到這種事 你怕的事啊 喔 誰要創家創地 對不對 啊 啊只要謝主的 即便人家坑他 他 他消業 他沒怕 他也行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妙境 那學習者的妙境 很難很難想 對不對 聖才同志 參 甘露佛 對不對 稱恨 他急速更高了 對不對 他去跟稱恨的人學習 他提升境界 對啊 那我們呢 我們被騙了 我們就這樣 你本來就要被騙了啊 對不對 人家沒騙你 你已經把自己騙了幾輩子了 你還這麼擔心被騙啊 你自己不是把自己騙了幾輩子了嗎 對不對 要不然我請問你 你們人生 希望痛苦嗎 那為什麼你們今天痛苦 不就你騙了你自己嗎 呵呵呵呵 你誰來讓你做人的 自己來 你如果當時 就知道 對不對 就告訴自己 對不對 去做人很痛苦你會來 你一定告訴你自己 喔 那邊會很好你就來了嘛 結果痛苦 你 你身上是都在騙自己 你擔心被騙幹什麼啦 那種嗎 學法很有趣 就這一些東西你要去 玩味一下 體驗一下 參 哇 可能土餐中叫參救一下 對不對 我們比較用時間用詞 你們比較接近玩味一下 品嘗一下 哇 再試個什麼味道 你就會領出 一條路 你就會想到最後你就 對啊 就這樣啊 遊戲人間你很多就放下了 你就往前走 那心就敞開了 對不對 所以 為什麼剛剛不直接跟你說 發菩提心的條件 就是你要先敞開心胸 啊 你就是敞不開 你比較沒辦法發 啊 現在就跟你說 你就是敞開心胸 阿漢說 發菩提心的條件 就是發菩提心 哈哈 不是一樣嗎 對不對 所以 就是你要去體驗這種味道 你才有辦法說 啊對啊 那樣才是生命的一種美好 你自然就往那邊了 沒有辦法 不是 不動 哪有 我 在